我给你说个好玩的事 我昨天在什么航空美食城吃过饭 然后他们说那边11号发现了一个确诊 然后我们三天之内在那边吃饭的都算是密接 然后让我去这个社区或者派出所报备 也既然是他想 但是他现在没有要求我 这个叫什么 没有要求我隔离 也没给我付什么红马黄马 只是往绿马说随时都可能让我在家隔离 有可能随时让我隔离 那我现在报备的话 我就得把他们拽下水 我现在去他们派出所 我扫他们长所码 你只要敢把我定为密接 那你们就全是次密接 你既然这么爱这个 爱这个疫情防控 那你们得表个态 你把我定成密接 你们全是次密接 全是黄马 我现在就绑架他们 一会我去扫他们长所码 我把他们全给绑架了 他们敢封控我 他们自己就得封控 诶 扫派出所码去 我得跟他们讲 我这个高度重视 我亲自来到这备案 我都不给你们打电话 备案 咱咱咱咱咱咱咱要死一块死 要封一块封 等会啊 我到他们派出所 当场备案 你公安部门不得表个态吗 我都密接了 你还不得刺密接啊 你这才叫重视吗 对不对 怎么还没好呢 我现在看他们 我可喜欢他们了 我恨不得他们每个车上 都都有个长所码 然后一个个扫去 看我能扫他们啊 快点呀 这招 这招当年阿里巴巴 对付四十大盗的时候用过 我今天给他们使了 深度绑架 一起玩 好 到门口了 扫他们玩儿去了